一个人的阅历越深 所接受的考验也就越多 为弘扬传统文化 推广书法教育 高雄在地的作水书会 由创会理事长蔡明志发起成立 因为蔡明志老师自莫林好作水 因此取名为作水书会 每年都举办盛大的会员连展 今年在高雄文化中心志争一馆展出 新任理事长秦光武提到弱水书会今年的连展特色 这次办的这个会员连展是我们今年办的 那么我们弱水书会算是个年轻的书会了 在理事长的创会的理念下 主要是推广书法了 希望喜好书法的这个朋友啊 能够参加我们这个书会 然后书法可以调养性情 这是我这次展出的一幅作品 一幅对联 这个税老跟迷传 阳交叶更阴 这个写的 因为写的比较 心中没有挂碍啦 所以写的比较随意 所以说写出来嘛 感觉还不错啦 书会顾问黄志黄博士 不只是大学教授 更是资深书法家 其笔墨涵养 受到大众肯定 他也提到弱水书会的可贵之处 这是我的作品 这个作品啊 是历书 我比较喜欢这个陶渊明的诗 刚好上学期啊 在明道大学 有教他们陶渊明的研究 那么这里面啊 我是综合了 这个传书跟隶书的一个特色 我们这个会啊 这个写书法 有一个特色就是 他不会专注于哪一种字体 或者哪一个派别 哪一个老师 像我们的前一任的理事长蔡明志 他写的标准草书 这一任的这个理事长呢 秦光武啊 他写的是这个 传书 那欢迎啊 各位这个观众啊 能够踊跃的来参观指教 谢谢 落水书会 虽然是较为年轻的书会 但其中有许多资深和新潮的书法家 书会中更是人才纪迹 卧虎藏龙 这次的会员连展可看性很高 欢迎大众在10月7号以前 可前往智争一管兴赏 法籍新闻 五庸区 高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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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